由供给面带来的租房市场上 出租物业数量减少 需求面来说 净移民和中国留学生的 起步涌入 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和内卷 是否将更加激烈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Markets独家解读 从去年5月开始计算 澳联储已经累计加息 325个基点 3.25% 而且由此也会导致 房屋贷款的按揭成本 飞速上涨 以一份价值50万澳元的 25年期房贷为例 从去年5月加息开始至今 每月按揭成本 已经增加900澳元 价值100万澳元的同期房贷 则每个月面临将近 2000澳元的成本激增 所以今天就简单分析下 房地产行业 及其在线广告平台公司 REA Group Ltd 首先先介绍下 房地产市场的上下游链条 开发商手里握着空房 等待出售给业主 业主再选择是将房屋出租给租户 或是自住 然而考虑到目前上涨的贷款成本 更多业主倾向于 现在不购买房产 而开发商也不敢直接将新房 出租给新租户 因为一旦房屋被出租 再出售前 原来的新房会被列为二手房 继而会降低房屋可供出售价值 那么 这将会导致房屋控制 同时增加房屋在房地产 Real Estate 在线广告平台上 出售板块的存放周期 租房市场上的供给量下降 甚至澳洲楼市供应 开始逐渐萎缩 除了供给面带来的租房市场上 出租物业数量少的原因 接下来 从需求面看看房屋租赁市场 极度短缺的原因 澳洲财经见闻在此前报道过 预计有30万净移民的迅猛涌入 从而将持续推动住房市场的需求 另外 近期中国留学服务认证中心 发布了最新公告 中国教育部宣布将取消承认 远程学习文凭的特殊认证规则 并呼吁中国留学生应尽快返回国外的校园学习 媒体报道称 中国的新规将鼓励约4万名学生返回澳大利亚 据Sample Flying网站报道 中国6家主要航司 已经恢复往返墨尔本航班 随着大量中国留学生的重返澳洲 预计租房市场需求将再度增加 大量的净移民和中国留学生将几乎齐步涌入澳洲 那么1%左右的房屋控制率将如何承担这34万名租客呢 结果显而易见 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和内卷将更加激烈 随着这些净移民和中国留学生的涌入 这会在3月份迅速激化租房市场 因为租赁需求激增而闲置出租房减少 供应量很少 租房者将会很难找到合适住所 这显然会导致靠近大学或市中心等密集地区的租金进一步上涨 因新涌入人口对住房的需求而推高的房租 同样也是推高通胀的助燃剂 未来数月澳洲大城市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租房危机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明�akon felak 明镇